最近有网友转发了这段视频 说的是某位道友在击败祖师爷时点燃了一支箱 结果发现烟雾并不是笔直上行 而是偏向了祖师爷的画像 这位道友对此感到有些意外 难道是最近供奉不周 让祖师爷饿着了吗 带着疑问他拿出画符纸在香炉附近进行多次测试 发现纸条并未飘动 但是在点燃一支箱 烟雾依然向左飘去 这令诸多网友感到好奇 想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 为了仔细分析研究 我们来到一位清贫的道友家中 只见这间漏市既无空调风扇 也无窗户进风 是研究烟雾的理想环境 既然如此 欲清原始天尊 各位道友 现在我们就点燃一支箱 看看烟雾为什么会飘向祖师爷 说来奇怪 这缕烟雾静直向上飘去 并未出现偏斜 再点燃两支观察 烟雾全都是向正上方飘散 难道是祖师爷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吗 无奈之下 我们再来观看开头的视频 发现香炉左右两边 各点了一根很小的蜡烛 但是如此微弱的火苗 真的能影响烟雾的偏斜方向吗 为了搞清楚烟雾所偏的原因 我们还是如法炮制 也在香炉左右各点上一根蜡烛 并用非常灵敏的气压表 测量各处的气压 发现蜡烛上方的A处空气受热膨胀 气压比远处静止空气有所降低 而将气压表向上移动不速 则不断增大 在正上方一定距离的B处 气压又高于远处静止空气 再将气压表向左右两侧移动 发现CD两处气压和远处静止空气几乎一致 最后测量蜡烛的左右两侧 发现EF两处的气压分别介于AC和AD之间 这说明蜡烛制造的热气流在漂浮上升时 由于上部冷却减速而自我冲撞堆积 出现了上方的高压区 于是推动空气向四周扩散 再被蜡烛吸气流制造的四周低压区吸引下行 最终形成了垂直方向的环流 但由于墙壁近在直尺 限制了蜡烛左侧吸气流的空间 使E处比F处流速更大 压力更低 因此左侧环流上下端压差比右侧更大 下行速度比右侧更快 这就造成在同一水平面上 左侧环流的压力低于右侧 于是环流水平方向的压力梯度 就将夹在中间的烟雾推向左侧 因此这是热力环流和附近墙壁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这种现象在清明烧纸时也会经常遇到 如果火堆靠近墙壁 烟雾同样会被环流的水平压力梯度推动而偏向墙壁 同理人靠近火堆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 以至于不管站到哪个方位 烟雾总是追着人跑 但这只是小股热气流在自己制造的压力梯度中偏斜 那稍微大一点的热气流又会如何运动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 我们来到高空 发现在北半球某处扬面上 一个热带气旋正在负热带高压南侧的热带符合带中生成 虽然这只是个飓风诱崽 但目测还是比烧纸前的热气流更强一些 虽然它附近并没有墙壁等物体 但却缓慢向西移动 原来负热带高压在地球自转中受到了科里奥利利而顺时针旋转 当气旋在南侧时 就会被来自负热带高压的东风推动而西行 当气旋移动到负高的西侧时 又被这转圈的风推动而北上 等走到了负高北侧 再被螺旋风推着向东北运动 可见负热带高压的牵引 是这个飓风独子 自行溜边滚动的重要原因 因此可称其为滚独子 可见无论是强劲的气旋还是小火堆冒出的烟雾 都是在周围的压差推动下改变运动方向 因此本期的结论就是 烟雾飘向画像 其实并不代表祖师爷今天胃口大开